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一起来观星收看全民开讲终结结案系列 想必大家都会感觉到今年是全人类多灾多难的黑暗之年 地球是孕育万物生命的母亲 身为地球孩子的我们 总是不断的受大地万物滋养 却经常忘记珍惜地球母亲给予我们的资源 反而无止境的汲取与破坏 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事呢 让我们一起响应国际反核试验日 希望带给大家新的启示 我是主持人安全帽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关心地球的未来 还有不断追查真相的茴文真同学 大家好 一针见血让你看清楚世界的真相 我是茴文真 大家知道1945年7月16日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 世界歌丁已经共进行多少次试验呢 1.超过10次 2.超过100次 3.超过1000次 4.超过2000次 经资料显示答案居然是4.超过2000次 想不到核试验 无论是地下的、地上的、水里的、甚至在高空中的核试报 都给居住在地球的万物造成极大的恐惧及威胁 77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空军投资原子弹至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地 爆炸的瞬间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速的10倍 在数秒间将建筑破坏殆尽 超过20万人丧命 其放射线和黑雨因此污染了河流 而当时因受核爆影响造成剧烈口渴的难民 在饮用这些雨水后 多数在数日内死亡 而至今近37年 震惊全球的车诺比核灾事件 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造成10万多人死亡 辐射遗毒甚至直到今天900年都无法居住 然而有个国家竟比日本更惨 至今一共被核弹炸过67次 那就是位于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竟把美丽仙境惨遍人间炼狱 无论是核试验或是核灾 都带来极大的毁灭性 让人类生活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至今仍令人生畏 联合国大会在2009年宣布设立国际反核试验日 决议呼吁并致力 关于核武器事报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 以及终止此种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共意识和教育 由哈萨克与众多提案国联合提案 并共同发起这一决议 主要是在今年1991年8月29日苏联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武器 试验场关闭 自国际反核试验日设立以来 各国政府间以及民间团体都广泛提倡且进行多方面的行动 在推动反核试验方面发挥了协助作用 消除核武器试验的主要机制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至今为止 共有184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条约 168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 尽管核武器试验的风险危及生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但是一些国家仍想在某种程度上占上风 不由人猜疑还有在秘密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可能 虽然全世界除了朝鲜之外 没有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了 但核试验对环境以及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却没有停止 核武器仍是世界和平所需面临的巨大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纪念至今依然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应如何挽救世界的命运 或是只能自求多福 相信每个人只要改变自己 就有机会改变世界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一切解答都在故事中 让我们一起观看 来自天堂的孩子 良心的互换 在清静祥和的天堂里 有一群孩子 不小心让武毒偷偷住进了心里 贪 把孩子变成了贪心鬼 偷拔了人家的花 撑 把孩子变成了爱生气 总是跟人打架 吃 把孩子变成了太愚昧 常为小事吵架还骂人 慢 把孩子变成了真骄傲 每天说别人的坏话 仪 把孩子变成了多猜仪 到处恶作剧吓坏人 天神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啊 天条是很严谨的 你们看 那一颗散发着蓝光的星球 叫做地球 你们必须在那里反省自己 修改自己 不可以再犯同样的过错 当你们的心灵变得纯净圆满的时候 才有机会再回到天堂 我现在赐予你们一颗明亮珍宝 可以帮助你们解决在人世间遇到的困难 千万不要忘记咯 天神一边不放心地叮咛 一边不舍得看着远去的孩子们 天堂的孩子一个个来到了地球 他们发现这里是个舒适的环境 蓝天 蓝天 绿地 鸟与花香 万物欣欣向荣 刚开始他们都能记住天神的叮咛 和地球上的万物森林们 用爱和谐共赎 用欢乐的笑声 让世界缤纷 他们相信 不久的将来 一定很快能够再回到天上 回到天神的身边 经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们开始怠惰了 一天不反省 两天不反省 三天之后就再也记不住 天神爱的叮咛了 五毒让心迷失了方向 贪心鬼为了自己的需求 自私地破坏大自然 让深层的大地失去了平衡 爱生气发动了战争 霸道的争夺地盘 万物森林 因此恐惧悲伤 痛苦哀嚎 这一股股的恶气 逐渐聚集 成为一个面孔真灵 头上长脚的大恶魔 这个大恶魔 还幻化成许多分身 让恶念驱逐了 人们心中的善良 大地无法招架 人们愿意的破坏 春 夏 秋 冬 事实都错乱了 针灸二海引起一把把大火 几乎烧光了万物 灭绝了物种 多猜疑让大水撑毁了好不容易打造的家园 地震 季风也到处乱窜 地球美好的景象就要消失了 心中的恶魔更进一步驱使他与妹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让不懂得爱护人民的政府 仿任贪图奖金的官员 无论开水单夺取人民的财产 强行拍卖人民的土地 可怜的人们 求助物们只能暗夜哭泣 势力逐渐震大的恶魔 更使出杀手剑 从他的血盆大口中 吐出可怕的病毒 受到病毒感染的人们 挤满了医院 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人们为了防止病毒的侵害 只好戴起了口罩 人与人之间 还要拉开距离 甚至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这时候的地球 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 到处都空荡荡的 慈悲的天神 看到地球这种凄凉的景象 实在不忍心 不断地呼唤着人们 因此有人想起了 天神赐予的砖把 一颗透着美丽光彩的良心 当他们安静下来 倾听良心的声音时 发现只要跟随 良心的指引 至日深思反省 就能帮助自己 守护不安定的心 并且伸出智慧 来解决自己制造的大难题 人们一边修改自己的过错 一边做好事来弥补过失 还将这样美好的讯息 传递出去 就这样 一传十十传把 卷洗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的善念逐渐 变大再变大 恶念只好开始逃亡了 最后 大恶魔身上 聚集的恶气 实在无处可逃 更没有可以养活它的 五毒之气 自然而然 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 地球得到了 休息的机会 万物森林们 又再一次回到 和谐共存 就像以前一样的美好 而改过向善的孩子们 每一天都比 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胎心鬼因为懂了舍得 变回了真放下 爱生气学会原谅 变回了好慈悲 太余妹明白因果 变回了有智慧 真骄傲实践反省 变回了最谦虚 多猜疑学习自在 变回了乐开怀 孩子们终于找回了 最真最纯净的心 因此又可以回到 他们的快乐天堂了 看完天堂的孩子 危机就是转机 有人想起了天神赐予的珍宝 良心 因此贪心鬼懂得舍得 变回了真放下 爱生气学会了原谅 变回了真慈悲 太余妹明白因果 变回了有智慧 真骄傲 实践反省变回了最谦虚 多猜疑学习自在 变回了乐开怀 孩子们又重回了快乐的天堂 改变从我开始 相信每个人只要改变自己 就有机会改变世界 没有人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77年前 人类开始用核弹 炸自己的土地 当灾难发生时 似乎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读 若没有意识到 其背后所潜藏的真相 它的影响范围将会是所有地球人类的性命 我们必须要去理解 去了解 原来它发生的真正原因 全是因为人贪婪所造成 由于官僚体系造出 指知个人利益的一个政治环境 才导致车诺比事件的发生 当权力腐败的真相被淹没时 这也就反映了现代社会比过往更需要人们 去发掘真相的重要性 我们乐见有更多团体一起去实际行动 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地球需要人们永续发展 必须靠世界各国的合作 太极门师徒以实际的行动力 带着世界之爱和平中走遍五大洲 101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 透过3000多场文化展演 推动爱与和平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影片 如何运用爱与和平 来实践调停战争的真实故事 少了爱与和平 再悠久的文化也难以在战火下延续 没有了人权 就更不可能实现爱与和平的世界 世界之爱和平中 就像开启你我心中的良心之药 从2005年至今 在欧洲各地传递爱与和平的能量 更在重要的国际场合 发挥关键影响力 以爱为动力 用文化交流 融合世人的心 用爱与和平的讯息 抚平人心的伤痛 2003年7月 圣多美普林西比发生军事震撼 美尼市总统 用宽恕包容对待政变者 实践他民中时所许的心愿 亚德总统将民中心愿化为实际行动 呼吁非洲地区团结与和平 2008年3月 2008年3月 瓦德总统居中协调 成功促成苏丹与查德两国元首签署和平协议 结束了两个邻国间五年来的敌队 造福无数生灵 2008年3月 费南德兹总统运用智慧与行动 主动调解中美洲三国的纷争 成功化解战争危机 也挽救了无数家庭的幸福 为我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在世界中心愿化 这就是世界中心愿化 所以我愿意祝福你 我愿意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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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所推荐的 我愿意祝福你 在世界中心愿化 是真的什么世界需要 所以在外面的状态 在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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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祝福我们 我们得罪恨 作为兄弟和姨 都是编务恨 在罪恨 在罪恨 的抗战争 在罪恨 写一個违ove 反抗战争 写活 我们尝试支持全世界的平静 因此我们非常感兴趣这个祭祷 因为它有关于我国家的最重要的价值 诚如终顶上世界之爱和平宣言的祈愿一般 世界之爱和平中走遍五大洲 只为了将和平终身传遍世界各地 米平伤痛 抚慰渴望和平的心灵 让人们早日回到一个没有悲伤 没有恐惧 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的祥和世界 世界之爱和平终身响彻世界 因为关键人物的银眼之善 会让世界朝向好的方向转动 相同的政府官员的银眼之恶 也会导致人民家破人亡 深陷痛苦的深渊当中 这样一个优质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为何在台湾政府压迫受害近26年尚未遭雪 甚至在2020年8月21日 秋行的道场运地地还被政府没收 这是2017年台北世大运开幕式上的 续场表演 武术正法 气势磅礴 震撼力十足 负责演出的是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他们是一个师徒传承的古老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有老有少 除了平时练气功 修身修心 也致力于发扬指歌扬善的武术精神和文化 多年来 他们自掏腰包 已经参与过3000多场的国内外文化展演 走遍五大洲上百个国家 包括国内的国庆演出 还有2000年的雪梨奥运 都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不过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体 却在20多年前 因为莫须有的指控和起诉 让师徒数万人蒙冤 受社会的误解 即使十年之后 司法的三省已经证明了清白 但直到现在 太极门却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公道正义 这是一段司法滥权 行政独职的人权迫害黑暗史 接下来 我们就要为您揭开 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这被法界视为可笑 而且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和科学办案原则的起诉书 当时在媒体的强力播送下 已经引发了舆论沸腾 未审先判 养小鬼竟成为当时 自已热的话题 然而检察官侯宽仁 从积压太极门掌门人之后 一直到起诉书公布 总共只开过了三次侦察庭 询问了13句话 共29分钟 草率的起诉 却因此序号司法资源 法院历经了10年3个月的调查审理 交互结问 共开庭了58次 9570分钟 太极门终于获判 三省无罪确定 在太极门案起诉之后 1997年4月18号 案件移送地方法院 全案已经属于法院管辖 但检察官侯宽仁 却在4月25号 以个人名义 自行发函给内政部 以太极门市邪恶宗教团体为由 要求解散太极门 之后又接连发函给 全台八个县市政府 同样要求解散太极门 甚至正式行闻台北县市政府公务局 直接要求对太极门断水断电 一道又一道韩文 意图让太极门各道馆无法运作 经过太极门弟子 两年多的行政救济 才终于让相关单位 撤销违法的解散命令 检察官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 你怎么可以 可以自己行闻各 你看内政部没有听他 或是各县市政府没有理他 然后你直接行闻各县市的公务机关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剑阅之权 检方使出各项杀手剑 想解散太极门 但最终仍然无法提出 太极门违法的具体证据 2003年9月25号 太极门案一审获判无罪 接着历经了二审三审 直到2007年7月13号 太极门案经过10年3个月的法院审理 法官同样判决太极门无诈欺 无漏税 无违反税捐机针法 全部无罪定验 我想这个法院的判决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真相只有一个 太极门是清清白白 真机不怕火炼 事实上因为检察官侯宽人 多项违反司法程序的侦办手段 让太极门同时遭受多方夹杀 早已经引起争议 因此监察院在2002年 案件审理期间 就主动提出调查报告 针对侯宽人的办案 列出设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违法搜索 违依科学证据办案 鉴阅职权等等发向为师 要求法务部对侯宽人 从严究责益处 但法务部却表明 要等本案判决确定后再新处理 问题是太极门案延宕超过十年 侯宽人的惩戒时效 早已经过期无法惩戒 检察官什么 司法犯法 这样子的人在干嘛 现在在干什么 坐在什么位置 坐在廉政署副署长 用胁迫取贡的检察官 可以当廉政署副署长 划天下之大鸡 要自由 要人权 在三审定验后两年多 当初无辜遭到检察官 积压的太极门师徒四人 全部获得国家冤语赔偿 但他们决定全署捐出 作为推动司法改革 和保障人权之用 拿到这个冤语赔偿金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已经是迟来的正义了 他们这十年二十年当中 受到很多的冤屈 甚至于很多是 欺离止战家破人亡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能够让整个司法的公平正义 能够再被唤起 我们也希望对于 违法滥权的检察官 不仅要淘汰 而且应该要受到应有的臣妾 获害人权 立刻下台 立刻下台 不过 惩戒没有等到 冤屈也没有结束 因为当时 检察官侯宽仁的起诉书 不但指控太极门养小鬼 乍气恋财 也认定太极门是补习班 涉嫌逃漏税 国税局因此对太极门开单 要求磕税 但法院三审都判决太极门无罪 也就是起诉书 所有指控都被推翻之后 国税局却坚持不愿撤回 当年依据不实起诉 而开出的税单 让太极门陷入无止境的 万年税单梦魇之中 这件案子 经过我们法院三审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 起诉书哪里不可采 税监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磕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我是始终相信 最后我们会取得清白 取得一个胜利率 我们取代太极门不要灰心 正义虽然有时候被蒙蔽 但是最后终有掌声的一天 太极门已经获得司法证明清白十多年 但荒谬的是 司法的三审无罪无税判决 国税局竟然可以两手一摊 说法院判的不算数 更吊诡的是 检方当年搜索菜籍们 所扣押的两个账户 余额明明只有六十一万元 隔天的媒体报道 却是三十一亿元 而检察官更以这笔天文数字 来起诉诈欺和逃漏税 这笔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二十几年来没有答案 只是持续不断地开出 毫无根据的税单 太极门案 为何会被法税的专家学者 形容为白色恐怖以来 受害人数最多的人权迫害事件 是法税上的二耳巴呢 还有哪些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 看完影片 你是否发现任何事情的发生 其背后所潜藏眼墨的真相 政府首长有错 若有真心爱您 就应该要更勇于认错改过 行政道 用天神送给我们的一颗良心 来治国天下 核灾 天灾 睡灾等灾害 总让人始料未及 我们更需戒胜恐惧 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虽是不一样的灾难 但都出自于同样的罪魁祸首 面对二乌战争 疫情不断升温的2022年 除了防止病毒快速传播 以及借由外交 经济手段避免战争扩大 更应借由良心的指引 促进爱与和平文化 放下彼此的成见 停止对人类 社会 环境的破坏 找回良心 以不同种族 宗教 来团结全人类 让这一个地球 得以永续发展 一念之善 一念之恶 感谢所有在灾难中 愿意付出生命 不惜代价的 无名英雄们 他们的勇敢与无私 拯救了所有的地球人 种种的灾难发生 不是单一一个国家的问题 不是单一一个地区人民的痛苦 而是全球人民共同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用和平助导歌 尽心一起为地球万物的和平祈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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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o more flame of conflict and no more world may all wishes for peace come true May the light of hope arrive May the youths love to really form archy and pain With confidence and courage People will rebuild their homes We are grateful today That you and I Are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Praying for the world And singing peaceful songs To world people's hearts Smile from your hearts Love yourselv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th selfless true love We are awakening people's conscience Let us consolidate all kinds of Apply our conscience To benefit the world And return to our happy heart Of selfless joy That you and i will be Do to believe in the world Look at the moment But it could b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